Hello 兄弟们 又是一期无恰饭的开箱视频 又是一期抢手发的 OPPO应该是今天下午刚刚开了发布会 然后我们马上来快速上手这款机器 是一个灰色的包装盒 这里面有一个手机壳 就在我的手里是一个透明的 还有一些什么保修卡之类的就不看了 然后最里面是有一个充电器 是一个A口的充电器 那么这根线也就是A口的了 AC口的 这是一个80瓦的充电器 为什么官方的所有的充电头都那么大呢 为什么第三方就能做那么小 我希望它可以做得再小一点 然后我们直接来看今天的主角 OPPO Reno9系列 我记得上半年刚拿到了Reno8系列不久 才过了半年之久 那就发布了Reno9系列 安卓厂商们真的是很卷 现在基本上都是半年一更新所有的系列 首先手机行业本身的更新 已经几乎是没有了 所以这次升级也是一次常规升级 主要的变化集中在外观 还有拍照上 我手里拿的颜色是明日金 那么OPPO这次采用了一种新的工艺 叫金丝琉璃工艺 它的灵感是来自于高定礼服上的那种金丝绸沙 或者说流苏裙 它的背盖是玻璃的 玻璃下面有一层层这种 就好像是这种礼服式的那种感觉 如果你盯着特别仔细靠近它看的话 确实是会有那种海面上那种感觉 就是阳光洒在海面上波光淋淋的那种感觉是有的 然后摄像头是采用了三颗摄像头 一颗主摄 一颗超广角 一颗微距镜头 这次它的摄像头凸起是比较小的 然后是采用了一个金属的装饰件 那OPPO把这个称之为叫宇宙星环 它的主要的ID设计能让你一眼认出来的就是它的这个背盖了 这个背盖我觉得还是非常喜欢 就是挺精致的 然后很适合女孩子 比如说你的女朋友穿个礼服 出席个什么高位的场合 是不拿着它 就显得有档次 就跟别的手机不是那么千篇一律的感觉 所以OPPO Reno系列 我觉得它主要强调的就是它的时尚感 它的设计感 它的背盖跟中框的过渡处就是采用了这种曲面过渡设计 然后屏幕也是曲面过渡设计 所以这是一个双曲面的设计 我手里是Pro家版本 它的边框是7.99毫米 如果你拿到的是Reno版本 可能更薄一点 7.19毫米 我这么握持下来 它的手感是非常不错的 非常的圆润 手感很难跟大家描述出来 我建议大家去实际体验一下 上一代的Reno 8是比较偏粗边框一点 然后这一代就变得圆润了很多 但是当你戴上这个保护壳之后 这个手感就会大大下降 所以这也是一个很难取舍的一个东西 如果你不戴的话 手机有可能被摔是吧 但是如果你戴了的话 那手感也会大大下降 但是它的裸机手感很好 跟这个戴壳的手感 有形成一个比较明显的区别的时候 你会怎么选呢 一是裸机使用 二是戴壳使用 弹幕上大家可以讨论一步 正面的话就是它的屏占比 这次它的全系的下巴是2.32毫米 已经达到了非常顶级的一个水平 它的屏部的边框会更窄一点 但是这个屏占比已经非常可以了 是吧 我觉得2022年再聊屏占比 就真的就有点无聊了 大家推出这个全面屏的手机 已经很多年了 配置方面 它是采用了一个16GB的内存 512GB的存储 这是一个顶配版本 然后采用了两颗芯片 第一颗是骁龙8家 第二代的骁龙8 肯定是留给这个X6系列了 所以如果你想等第二代的骁龙8 可以再等一等 另外一颗芯片 就是这颗马里安娜X 很多人就好奇 这个芯片到底有什么用 其实它是用在拍照上 第一个场景就是逆光自拍 可以看到我在自拍的时候 这个背景已经爆掉了 但是你也不用担心 你只要按下快门就可以 当你在按下快门的时候 其实它是会拍下两张照片 一张是优先你人脸曝光的 一张是优先背景曝光的 然后把这两张照片合在一起 然后形成了面部和背景亮度和谐的 这么一张照片 第二个场景就是暗光拍照 这里所指的环境 并不是说一片死黑的环境 还是需要有一些微弱的光 那么这个时候 因为有了影像芯片 实际拍出来的这种暗光下的照片 观感还是非常纯净的 非常舒服的 机器的部分就跟大家聊这么多 如果你喜欢去买就可以了 不喜欢就可以再等一等 对吧 接下来我想跟大家聊的是 很多人看完这种视频之后 就说也没讲出个什么缺点来 它有什么缺点呢 难道它就没有缺点吗 你这个视频跟别人一顿吹 也没什么区别 我想说的是 在我的实际体验中 去的时候是没发现它有什么缺点 它就是一个终端机 你说它卖的贵 它的顶配不到4000 它最便宜2000多 在这个价位段里 你说我怎么去要求它呢 你说它没有上第二代的骁龙吧 那明显它是给插溜溜的呀 你说它没有黑科技 你说这怎么黑 你不能指望每个厂上 出的每一款产品 都自身携带黑科技 对吧 哪有那么多黑科技 供他们用啊 是吧 你说它没有上一英寸的底 它本身的拍照 确实也不错呀 手机影像的进步 它都是一点一点进步的 没有说哪一次的升级 变得特别的巨大 让你感觉特别的明显 它的算法 它的底一直都是在不断优化 其实我会喜欢一句话 就是所有的产品 都是妥协的东西 就这个手机它肯定是在这个价格 这个配置之下 在这个体系 这个框架之内 它已经做的是最完美的一种状态了 当你知道了 它是妥协化的一种产物之后 你是不是对它的宽容度 就会更高一点了 比如说让你花4000块钱 去造一个手机 你能造出来比它更厉害吗 你像在女生眼里 它长得好看 拍照好 自拍好 它就是一部非常棒的手机了 而在另外一些人的眼里 它没有一英寸的底 它没有200瓦快充 它不是全面屏 所以它就是垃圾 大家是希望听到这样的言论吗 好了 想说的就这么多 它是一款中端或者说中高端的存在 我觉得做的挺好的 不知道进城侠们怎么觉得呢 大家点个关注 我争取OPPO在下个月发 FUN的N2折叠屏的时候 给大家带来快速的上手